因為我們現在這邊都看到都是標本 從小到大 是… 這邊這個池子好像有看到真實的鴻 是… 這邊… 這就是鴻的樣子 對 這個就是鴻 鴻長得真的是滿奇特的一種生物 這個就是鴻 這是一公一母 對…前面那隻是母的 後面那隻是公的 一般來講鴻的話 它母鴻比較大 公鴻比較小 然後你們看到這個鴻 會不會有點… 我們這種年紀是不是有點刺成像是 有一個… 有一個電影叫做 星智大戰 是 裡面有個黑武士 有… 有嗎 像它的盔甲嗎 像不像… 像這樣… 聽說… 我不知道是真的 聽說是… 它的面具是… 它都以後檔籃板 對… 從這邊來發想這樣 對… 後…它在產卵的時候 它是在滿巢 大滿巢的時候 它就會從海底上岸 然後它推草的時候 它會退回來 它產完以後就要退回來 它在推草的時候 看到那個後殼 在前面就像一個鋼灰一樣 聽說 它就… 那個… 阿兵哥 他覺得以為是水鬼摸上去 然後他就這樣打它 然後就是鋼灰 所以他們就叫鋼灰 這跟金門戰地這種傳說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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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軍事地區 然後也有對岸的水鬼 以前都會摸上岸 是… 所以就跟它做了一個結合 對… 不過也有點像 因為它的外殼就是感覺很… 是… 原來也是陸下的 原來是陰影的 對… 所以又叫做鋼灰 對… 對… 所以它也會搶岸登陸 對… 我覺得在這邊可以看到實體 實體後很難得 不一定要到超間帶去找了 那也不容易找到 我覺得就來這邊 就有薄深深的鋼灰 是… 是… 要來這邊看就可以 而且… 比較涼快 對… 到海邊很熱 有關於鋼灰的外型 我們這邊就有一些圖說 所以這邊就有講一些鋼灰 對…就是鋼灰的… 實性、構造、色模式 對…沒有錯…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講鋼灰是分三個部分 它的頭中甲、它的腹甲 跟它的肩尾 首先在這邊我聲明一點 後它是完全沒有攻擊能力的 沒有攻擊性 對…它完全沒有攻擊性 然後後的頭中甲上面 它有兩對眼睛 不是兩隻 是兩對眼睛 分別是最頂端的 它的單眼 一對單眼 然後跟兩對副眼 單眼它沒有視覺的效果 它完全是一個感光的動作 就是說它看到哪邊有光線 因為這個對後來講 是很有用的 因為它知道哪邊是水面 哪邊是水底 對不對 然後另外它就是找東西 找老婆 都是靠敷衍 所以後它是有第三隻眼 後有一個眼睛在上面 對… 所以這是感光用的 事實上後不只這個眼睛 但是不明顯 所以說比較明顯的 我們要介紹出來 所以很特別 對… 要找另外的伴侶 是用旁邊這兩個眼睛來看 對… 所以後它是不會攻擊人 是… 所以一般低眼看到後的話 會對它的外型 會覺得… 很可怕 還滿兇悍的 對… 感覺好像會攻擊人的感覺 像那什麼烘魚尾巴 對… 會刺到人 是說烘魚尾巴並不是 它只知道烘魚尾巴有個刺 對… 它有毒 對… 後不會… 對… 再來它的副甲 副甲的話 它旁邊 如果說它是還沒有成年的時候 它的側… 它旁邊有六對側擊 或者說叫嚴擊 六對側擊 最主要它也是防止人家攻擊它 它是一個自我保護的作用 然後再來劍尾 劍尾看起來好可怕 但是它只有一個功能 就是用來翻身而已 這是從一般我們這樣正面看的 如果說翻過來的話 樣子又都不一樣了 有很多腳 後來一共有六對副脂 六對… 一、二、三、四、五、六 六對副脂左右兩隻這樣 它有六對副脂 前面第一對 它會… 就是頭髮變得很小 它最主要功能就是 把食物塞到嘴巴裡面 所以它進食是從它這個部分 對… 它的口氣這個第二段 對… 對… 所以它進食你說像那個副脂 是可以幫忙進食嗎 對…第一對 我們看那個招巢蟹 好像在吃東西很像這樣 對…沒錯 它用鉗子 或是說它有一些小腹脂 對… 厚的嘴巴 我們叫做口氣 它沒有嘴巴 它只是一個洞 一個洞 它旁邊很多刺 最主要是刺的乳洞 然後把食物塞到它的腸道裡面 去裡發 就是在腹脂的中間 後來比較特別的構造 我們叫做疏篩 它這個是它的篩布 它是用篩呼吸的 是… 看這個樣子 我覺得第一個人 人類第一個人 之後的人很勇敢 因為看到這樣的造型 覺得有時候有點像 電影裡面異形人那種 對… 但是我相信他們 因為沒東西吃 那就要吃它 對啊… 因為看起來 應該不會覺得很好吃 對… 很可怕的樣子 它的術衫 它前面第一塊 叫做聖極宴 聖極宴 它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保護它 聖極宴 然後後面的疏篩 它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是呼吸 第二個是游泳 所以這大概從圖解 我們就知道整個後的… 構造 那這邊是有分工具 對… 我剛才有講過 後脫殼到144脫殼的時候 它變成15年 那個時候就開始成熟了 所以成熟了 它就會變成它具有聖極能力 然後它的外型 公的跟母的外型 就跟第15年 跟第13年就完全不一樣了 就好像譬如說 這邊是一些後… 這就是母的後 它的外型沒有… 它的頭頸甲的外型 完全沒有改變 但是公的… 它脫殼以後 它就變成一個凹槽 這個凹槽不是我敲的 它是自然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公的會變成有一個弧度 對… 這樣的話… 變化… 這個弧度的話 就是剛好它能夠趴到腹甲上面 就是很貼的趴到腹甲 就可以密合在一起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大自然 或者說生命真的是很奇妙 這老天都射擊好 他們演化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真的滿神奇的 是啊… 然後脫殼之後 母的 它本來… 我們剛剛看了之後 它的側擊有六對 然後母的後面的三對 就萎縮掉了 變小了 然後但是公的就不會了 公的應該不會了 有1 2 3 4 5 6 有六對 還是有六對 好… 然後我要反過來 就是它的手… 它的複製 我們反過來看 複製的話 母的也是1 2 3 4 5 6 然後跟小的完全沒有改變 對…完全沒有改變 但公的就不會了 改變了 公的就在1 2 3 4 5 6 第二跟第三對就要變成構造 這些的改變都跟它的繁殖是有關係的 因為它成熟以後 一直公後就會找到母后 因為母后… 因為它會… 我們剛剛有看到嘛 就是那個食物 它是… 母在前面公的在後面 它趴著它 如果說那個公後的殼 它還是圓的時候 因為它的副甲是無形的 它就沒有辦法趴上去 沒有辦法鋪貼 所以說它的殼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為什麼會變成三隻呢 就是因為公後趴到母后後面的時候 它必須要把它抓住 如果說它有六對射擊 它就沒有辦法抓到 所以說它就… 就是退化對面後面的扇子 然後為了… 公後為了要把母后抓住 它必須要… 不可能因為前指夾都夾不住 所以說它第二跟第三對就變成勾狀 就勾住 就是少掉… 就是後面的三對射擊的附近 然後把它勾住 然後這樣的話 母后就… 沒有辦法把公後甩掉 身體的結構改變 然後側擊變少或變勾 對… 就是設計好、搭配好 是,沒錯… 就是為了要繁衍下一代 對,就是特有繁衍的策略 真的是滿奇妙的 對… 生命真的滿奇妙的 會自然就演化成這樣 好… 很特別的 是… 事實上有… 有很多東西 很多生物 也是會有他們自己生存的策略 對… 因為… 畢竟像是海底很難找老婆 所以說它必須要做這種方式 來因應找老婆的問題 後真的很厲害 已經活在地球上超過四億年了 對… 比人類酒太多太多了 對… 所以它真的是古老的… 對,它是活化石 活化石 沒錯 所以看到這邊真的是很值得 來進門看到後 是… 不過我們看到這些展示 是… 我們對後的生態 它的一生就很清楚了 好… 而且又可以實體看到這些後 對… 真的是滿難得的 對… 這邊我們就有一堆後在展示 基本上我是不希望有個去碰它 所以說就請不要抓我 對… 但是… 看就好了 跟進一步說告訴各位說 後它的一些功能 好… 然後我們今天要抓起來 然後給大家看清楚說 它的嘴巴是… 因為嘴巴它比較特別 跟它的蔬篩是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去… 就是深度地去介紹一下 好… 然後就是… 稍微看一下 這… 特別經過允許那種平衡 對… 就是看就好 對… 現在因為它是… 它是繁殖旗 所以說怎麼抓它都不會掉下來 然後攻後 然後它就是… 有沒有… 它第二跟第三隊的時候 就抓著它母后的身體這邊 有沒有… 然後它現在掉了 然後這兩個 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勾住了 對…把它勾住了 成熟了它有勾住 對…它死都不會放 就是它斑都不會放 然後它… 因為它這個地方會比較脆弱 所以說一把它翻過來 每次後都會亂起來 這樣敲起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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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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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公的… 這是公的… 公的體型比較小 對…比較小… 比較好抓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它的口氣 就… 對… 對… 這個就是它的口氣 然後這個… 第一對腳 它就把食物抓到它的口氣裡面去 第一對腳特別小 對… 特別小…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它蔬篩 這個就是蔬篩 然後前面… 它… 它很不服從 不過我覺得 一般民眾應該也不會想去抓 對… 對… 沒有,就是很麻煩 是… 不會想去抓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我說的生殖鏈 這一塊 然後翻過來的話 就是看到它的生殖器 我了解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蔬篩 好,蔬篩的話 它除了腹氣以外 它還可以游泳 它就會放下去 它就會…就是煽動游泳 所以看到蝦子在游泳那種感覺 對… 對… 然後它完全沒有攻擊 它就會抓住你 對… 然後它就放開 所以這是… 對… 攻的後就比較小型一點 但是… 你看它就翻身 然後就用一半 這個難得一間 喔… 你用尾巴…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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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翻身了 這個很難看到 然後… 它就… 它就保護它自己 如果說你翻過來 它就… 就一定會完全保護自己 會這樣摺起來 對… 它大概是… 比較難得翻身 我們把它翻過來 對… 對… 很凶悍的 就是這樣 所以事實上這個東西就是… 衛鶴 然後冰淚… 然後我們看到… 這邊… 這個是它… 攻後趴的痕跡 有沒有 就是它就… 它就趴在這裡 對… 那個凹槽剛剛… 就是彎的 所以要立刻痕 就是這樣 所以一般… 後… 如果成熟了以後 攻的就… 很快就去找… 對… 它就精快會找到一隻 就算還沒有繁殖 它就趕快… 對… 就是… 對… 就是… 人家一起… 我們叫做同進退 應該待會還會… 對… 對… 沒有多久它就會回來 它會回來 好… 李老師講解後 就像大辣辣的旁觀者 無視情侶的一平一笑 相當生動有趣 香港也有原委後 但它卻是來到金門後 才被這種外貌奇特的物種吸引 一頭介入後的感情世界 早年後是金門人的食物 鮮明取卵為食 吃完後肉的硬殼 被製作成後勺取水或添飯 金門有風濕也 有食感當鎮煞還不夠 後殼上彩繪虎頭 就叫做虎頭牌 懸掛門湄上避邪納符 而猶如星際大戰黑武士 守直常見的後尾 物盡其用的成了搔癢的如意 我們聽了一碗嘲聲 也見識到夫妻與 黏在一起破吊吊的忠贈情誼 李老師提議 應該往海岸沙灘 去看看那些 形單影之後的純情模樣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